另一個好像這次可能會放棄投民主黨的人 猜猜看是誰 剛剛說的是世界首富 接下來就是世界第二有錢的人 Amazon的創辦人Jeff Bezos Jeff Bezos基本上就是一個民主黨養的很有錢的狗 他公開在推特上面打臉拜登經濟政策 因為白宮現在開始攻擊他了 I'll start with this tweet from President Biden which he wrote that the wealthiest corporations should quote pay their fair share to bring down inflation that prompted Bezos to weigh in writing the president is conflating two separate issues and mislead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he white house took issue with that assessment with the spokesman saying quote it doesn't require a huge leap to figure out why Bezos would take issue with the president's comments 沒錯,美國總統在把所有的錯誤全部推卸責任給其他人 左派只會狗咬狗,左派只會創造一個天使般的形象 然後把所有的屎全部都潑在別人身上 結果就是一定會潑在自己的身上 Jeff Faisal 發推文說 你看!有松鼠! 這個是白宮針對我最近的推文發出的聲明 他們很明顯的在混淆視聽 他們知道通貨膨脹傷害的就是那些有最多需要的人 但是工會不是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 有錢人也不是 記得這個政府曾經試圖要再加上額外的聯邦3.5兆美金預算 結果他們失敗了 但是如果他們成功的話 現在通貨膨脹會比現在更高 而且現在的通貨膨脹已經是40年以來的新高了 這個就是拜登政府的經濟政策到底有多爛 Jeff Faisal 2020的時候鐵定是支持拜登的 2016的時候鐵定是投給希拉蕊的 之前絕對是投給歐巴馬的 這已經是個公開的報導了 已經不是公開的秘密了 現在他在吐槽拜登的經濟政策 好笑的是民主黨這些人現在說 造成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因為有錢的人太貪心了 我們要做的事情就是要提高這些有錢人的賦稅 我來講解一下通貨膨脹是什麼東西 真正要了解的話很長 想要深度了解的話可以去看我的個人頻道 PHC的國富論系列裡面有詳細的講解 通貨膨脹的意思就是過多的錢在購買不足的商品 然後根據拜登政府的方法 阻止通貨膨脹就是要減少商家的收入 讓商家更無法提供商品給市場 這現在到底有沒有高中畢業 如果商品變少了 市場流動的金錢還是一樣多的話 這個樣子商品就會降價了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我這個史上最窮的人都知道 市場不是這個樣子搞的吧 男家兒童和尚團現在開始報名了 男家兒童和尚團成立於1998年 曾到紐約波士頓 華盛頓特區夏威夷等多處演出 並參與國內外各大音樂節 榮獲各大獎項均取得優異成績 從即刻起接受報名 課程均由專業指揮教師指導 5月22號前報名都有特別優惠 新一季將在6月11號開課 每個星期六下午有分4-8歲 9-12歲以及13-18歲 不同年齡段的課程培訓 歡迎打電話 626-779-6767報名諮詢 或是登錄網站填寫資料報名 記住在報名的時候 請告訴他們 你是看到AI News來報名的 會有一部分款項 特別贊助到我們的施工哦 也歡迎各位在5月21號的時候 歷臨現場聆聽男家兒童和尚團 第23周年音樂會 地址在天埔市的以馬內力宣誓會 5月21號下午4點鐘 期待你的到來 中文字幕提供